好了比赛开始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今天的首发情况 苏州东吴这边呢 我们先看这次进攻吧 范晓东把球给到右落 直接起脚打门 这个球 连续的过人过得不错 耿军毅 右脚的传中球 直脚 这球是差点直接传到球门里边 三中卫当中的靠右的这个中卫 你看连续的过人过得很漂亮 对方没想到这么一个中卫呢 这么过人 刚才这个球传中的时候 20分钟过后 在前面适用了20分钟过后 我们看到北吕宫这个进攻 也是逐渐打出来 但是这个失误太不应该了 苏州东吴的好机会 球进了 23分钟 上不上比赛进行到第23分钟 要打门 我们再来看 这个球脚下打滑 是一方面 但是这个动作做出去 没有踢到球 实在不应该 这个球给的不错 外面来一条远射 这个球有一个折射 但是突然这条远射 还真是造成门将的脱手 不射 球进了 33分钟 北京理工扳平了比分 收获了尽球 我们再来看外面来一条远射之后呢 肯定是没有人越位 这点毫无疑问 因为王永新拖在很靠后的位置 外围起跳打门的 这是球队的左后 身体素质非常出色 到进区里边 给到中路 一脚推射 哦 有一个变现 苏州东吴这一次球给的不错 范晓东在右路 回敲一下 实则起脚传中 投球攻门 这个球传的是真不错 张成今天真的就是一个变方 而且这次到了中 孙乐把球控制住 这个球开大脚 打到前边 制造出危险 看看又是李浩文 第一脚打门 球跳高了 这是六号王剑 看这个球 孙乐一个大脚给的非常清楚 就是找李浩文这个点 盘底之后第二点 王剑是踢空了 马上就被浇灭了 看这次任意球 打到这里 投球攻门 哎哟 如果这个比分保持到中场 那么他们将拿到 本赛季中甲的第一个积分 看这个球 哎哟 不能念到啊 比赛的82分钟 李浩文再入一球 我们看这个球过来之后呢 第一点 正到了 下来之后呢 哎 唐创这个球一蹭啊 正好蹭到李浩文的大腿上 李浩文这个左腿这么一垫 马上 被这个攻 抓紧时间 把这个球掉枪进去 投球 哎哟 打到门框上 没有补射 王敏杰 我们看到是不是 王敏杰 哎哟 这是在空中的一脚弹射 宇在那里 看看是要给谁制造空间 门将把球打出 到了外围 第二点还有 我过一个 再传到中路 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